大家好,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观看它,我是杨医师 您知道不知道,一种原来是用来防止器官移植,造成排斥反应的老药 现在成了抗衰老界的明星,他的名字就叫做雷趴梅素 今天我们跟大家从历史原理研究和风险 以及他在临床上应用,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被称为严兽药的神秘物质 这个故事要从南太平洋的一座火山岛,复活节岛开始说起 1964年,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在当地的土壤中发现了一种放线菌 它能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抗菌物质 这个物质最早就被命名为雷趴梅素 原来它是抗真菌的药,后来被用在器官移植的病人身上 因为它能抑制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 但是实验没想到,到了21世纪 它突然又成了科学界抗衰老的一个焦点 很多实验发现它可以延长寿命 抑制癌细胞,还可能保护大脑延缓 早老性的痴呆,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兹海姆症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雷趴梅素的关键作用目标是细胞中的有一个通路 叫做MTOR 这个MTOR是一个细胞的养分的一个感应器 也就是说你在吃得多营养充分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细胞生长合成蛋白 当然了,也就加速老化 当你断食结食的时候 或者你用这个雷趴梅素的时候 这个MTOR的活性就被抑制了 细胞就会转向一种所谓的修复模式 开始启动自食 所谓自食就是把细胞代谢的垃圾 和坏死的细胞给它清除了 那么清除一些自由机,减少这个错误的扶制 这个就是抗衰老的开始了 总而言之,这个雷趴梅素的作用 有点像那个间歇性断食的那种药物版 现在大家知道间歇性断食也有抗衰老的作用 它就是让细胞慢下来,活得更久更稳定 这让我想起来这个打坐的事情 打坐的时候实际上人就是让自己的代谢慢下来 是吧,这样的话活得更久更稳定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研究的数据 有一项整合了167项动物研究的综合分析显示 这个雷趴梅素在老鼠、鱼、猴子这些动物身上 都能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 它的效果真的是不比间歇性的断食差 不光如此,在这个阿尔采姆病的小老鼠的模型当中 这个雷趴梅素还可以减少 β类淀粉样蛋白的堆积 这个β类淀粉样蛋白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老痴呆的病人脑子里发现的东西 不管它是原因还是结果 总之吧,它是跟这个阿尔采姆病是相关的 然后呢发现呢,不光减少这个β淀粉蛋白 它还能够改善空间的记忆 修复大脑的学老屏障 那么在人类身上呢,怎么样呢? 目前有一些初步的实验在进行 比如像德州大学有研究 发现啊,轻度认知障碍的人 每周复用这个雷趴梅素 观察他们的记忆力、炎性和大脑代谢的变化 证实的结果呢,还没有出炉 初步的数据显示呢,至少是安全的 是不是很有效呢?那我们拭目以待 很多人听到这个雷趴梅素啊 都会担心啊,这不是一个免疫抑制剂吗? 它会不会让我们更容易感染 影响肝肾功能、身高血糖等等 都可能,但是呢 大部分的副作用处在很高剂量 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 在这个抗衰老的研究当中啊 用的都是低剂量的 而且是间歇性的给药 就像我们间歇性断食一样 每周呢,一次 五到七毫克 或者每天一毫克 每个月停几天 这样的剂量啊 在这个新的临床研究当中 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良好的耐受 这副作用呢 通常比较轻 但是也是有的 比如说口腔溃疡 轻微的疲劳、疲腐问题 这些呢都可以通过降低剂量呢来避免 那么你可能想了 我是不是要吃一点啊 我适合不适合吃这个啊 那我们来看看哈 如果你是50岁以上 而且呢有些代谢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肥胖啊 血糖膏啊 血脂膏啊 血压膏啊 或者你有这个二财母症的家租时 家里有人出现过早老性痴呆 或者呢你是希望啊 能够预防老化 或者呢你正在通过断食啊 补充剂啊 来这个进行这个抗衰老 那么呢 这个雷帕梅术啊 可能是你的选项之一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不是一个保健食品 也不是一个灵丹妙药 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所以呢 如果想尝试的话 我是建议 首先医师同意你 第二个呢定期要检测 要密切观察副作用啊 同时呢 失可而止啊 量尽量上要控制啊 使用的时间上要控制 因为总之啊 真正的抗衰老了 它并不是要靠吃药完成的啊 既然调节饮食 既然打坐很多其他的天然的方法 都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去吃药呢 是吧 总而言之吧 这个雷帕梅术 它不是长生不老药 但是它是一扇门啊 它帮助我们认识老化 和干预老化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今天这一集啊 是我们思维医学抗衰老系列的一集 出于我们化学抗衰老的药物片 化学抗衰老啊 有这个饮食 有维生素 有微量元素 有植物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方面啊 这个呢 属于药物片吧 以后呢 我们还跟大家继续介绍啊 像这个NAD Plus的这种补充剂 Metforming的这个抗衰老的潜力 这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药 中医当中的一些补气炎寿的药 还有心理能量层面的一些抗衰老方案 熟悉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每天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养生的小知识 分享那适用的健康方法 陪大家过一个更好更健康的生活 其实呢 健康并不难 只要多花几分钟 把身体的信号听懂 从生活中做一些小的改变 就会慢慢变好 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啊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每天呢 准时来这里 陪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事情 也欢迎大家把节目分享给 你关心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呢 走上健康的路 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但是呢 这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每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